家室的拍卖行近期举办一系列稀有陨石拍卖会 其中最有趣的亮点是一座被陨石集中的狗屋 连同当初的那颗陨石也列在本次的拍卖会上 原本预期狗屋的拍卖价格可以达到新台币约836万元 那么最终以多少价格成交呢 如银箔般闪闪发光 亦或是如宝石般的美丽结晶 这些石头可都是从天而降的太空陨石 最近全球知名艺术品拍卖行家室德 举办一连串稀有陨石拍卖会 其中最特别的是一个曾经遭到陨石集中的狗屋 这是一个鸡屋的一层 它是一层的一层的一层的一层 人们可以触摆 那些小的白色的一层的一层 那些白色的一层的一层 不是真的一层的一层的一层 那是这层的一层的一层 然后在这层的一层的一层的一层 通过Rocky的狗屋 相信是否 那是狗屋的名字Rocky 他似乎是一层的一层的一层 幸好这不是这样的一层 陨石在大气层中高速降落时 会受到强烈压缩 摩擦温度能够迅速升到摄氏几千 甚至上万度 在这种高压高温气流的作用下 残存到地球的陨石会带有各种磕痕与形体 有些如玻璃般能透光 铁元素高的陨石则会产生各式花样磕痕 独一无二的特性受到诸多收藏家青睐 陨石拍卖会2月23号落幕 拍卖的66件物品都完售 而罗基的狗屋最终以约123万台币成交 这次拍卖总收入超过2790万台币